前不久,6月30日,逝逢荒家鸡逝世25周年,忍不住要和大家重溫了那些坚久不说的歌曲,20多年了,高峰四月,海阔天空,真的爱你喜欢你,至今仍被传唱,只是,太过了留恋家鸡的歌,反而忽略了它在其他方面的痕迹,比如《影视影域》,荒家鸡生前更出演了八部电影,第一部是1987年, 与林郑英主演的短片,小说《家族之一部导》片中,林郑英正在街头看《花家鸡》表演之后,他又在《两内郑壮黑色泥墙》,《吉星狗照》,《开心鬼就开心鬼》,《好能念念》这六部电影中,陆续刻冲了音乐人的角色,《开心鬼就开心鬼》,《花家鸡》拍到第七部电影,是1991年出演的《墨西少年雄》,这是《家鸡》在演艺生涯中,第一次当主角, 影片讲述的是《谢维少年的冲闷过程》,在一定程度上,也是在回顾《鸡》列队成立前的奋斗史, 他的第八部电影是《1992》的《龙民》,可以说,这是《花家鸡》的演艺巅峰之作, 同时也是他生前拍的最后一部电影《龙民爱1992对半》,8.8作为《家鸡》生前一作,龙民意义非凡, 他为我们保留了家鸡最后留给世界的光芒,作为电影本身,他更是不肯反响, 影片一起夺得第十二届《香港剧相讲》最佳影片,最佳导演,最佳剧本,和最佳男客角色赴上大奖, 要知道,三名一同被提名的都是一些想当当的作品, 刘志勒指导,杨家辉主演的《九十二黑能归》对《黑能归》, 张曼玉,刘嘉玲,张家辉主演的《阮林玉》, 李林杰,张子丹主演的《黄飞红之二》,男儿端自强, 张兴时,张敏主演的《五正元夫喜儿》,和他们相比, 龙民的知名度差得不是音心弹点,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部经典, 并且平旗特有的现实主义视角,一军突起, 德德,最佳,我们知道,香港电影从来都不缺乏小人物, 但是其类的,往往是发哥那种不依侠士, 或者虽然那样的草根英雄, 视景生活被放在主人公的背景, 心笑调侃,超科打费,远离世俗,江湖再见, 出自张兴时公司,但能不能不同, 这是一部真正把镜头对准了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的电影, 记录的是时代易于, 它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角, 而是直接将舞台上给众生, 这里的众生, 是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里, 全缩在最底层,最卑劲的一群人, 农民,什么是农民, 顾名思义, 就是一群住在, 龙子, 里的人, 香港地区, 人口密度极大, 寸普寸金, 一些社会底层人群, 承受不起高昂的房价, 便需要一处安身之所, 龙屋, 便愿意男生, 香港龙屋, 电脚, 床屋, 在许多老式楼房里,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床位, 每个床位被铁销网团团围住, 大分开来, 如如一个个龙子, 龙子, 里除了床铺外, 还堆放着各种生活任品, 最新住在, 龙, 里的人, 则被形象的出之为, 龙民, 影片中龙民所在地, 有个相当高大上的称呼, 华上男子公寓, 华丽丽的名字下, 其实就是老鼠洞一般的贫民窟, 里面住着的, 也都是恒华都市中的老弱贫苦, 龙屋的管理者肥宫, 多年来一直独自照顾着自己的小儿子, 想意气, 但脾气暴暴的修补匠, 单身多年, 每天为生计奔多忙碌, 尖嘴喉塞的唐三癌, 常年领着一只猴子脉饼谋生, 最大毛病就是二战小便宜, 这连邻居用来带老鼠的面包都会偷吃, 另一个老头陈十一, 大家都叫他七百一十一, 开着龙屋小麦布, 几十年没出过笼子, 老是少娘的大妈, 跟七百一十一是邻居, 也是雇佣关系, 给七百一十一打工三十多年, 负责每天进出货, 照顾七百一十一的生活戏区, 工作室有两罐木拆肉, 各个人等促拥在这个棺材板一样的小小空间, 苦中作乐, 碰一日, 碰一日, 荒家军事院的小混户买仔, 也是能人之一, 经过五年监狱, 叛逆, 冲突, 有力, 却有情有力, 长久以来, 拆迁队对这片龙女虎视苍苍, 总想拆之而够快, 机缘巧合, 老板成了某位议员的利用工具, 为他骗来了大多数龙民自用搬离的签名, 当老板得知自己被骗后, 不想成为罪人, 又想帮大家伙偷回签名名单, 但最终, 龙女还是被强拆了, 那些把自己所在笼子内的龙民也被强行拉走, 如果说修生客的救赎里面, 有些狼犯不愿意离开, 是被监狱体制化了, 那么, 睡在龙子里的人, 不愿意离开龙屋, 这算是什么呢? 这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, 因为龙民离开龙屋后, 处境可能会更高, 龙女也许不愿意缩在壳里面, 只是没有了壳后更难过, 失去了最后的栖身之所, 这些人民们又该何去何从, 一处破屋, 几面晚格, 一群人民, 千万众声响, 小市民的冷漠无处不在, 每个人都把自己关在狭小的床上, 为具外界物具改变, 被偷盖生物痛绝, 被民间充满恐慌, 一层人民的戾气, 也无处不在, 猝犯所给不幸复死的邻居过头期, 竭力帮助99岁老人生活, 尽可能微笑着问候每一个早晨, 牺盼和温情巧妙地融合在一处, 但目的矛头, 却不知指向何人, 指向平民窟里的老人们, 他们已经无能为力, 只能择过且过, 指向业主, 法律面前有人平等, 业主有收藏的自由, 指向政府, 香港要发展, 把房拆先, 事在地形, 好像人人都有错, 好像人人也都有自己的道理, 归根究底, 这是一个引发时代阵痛的历史难题, 即便过去了几十年, 居住问题在如今香港也依然存在, 今天的龙屋密密麻麻的龙屋, 一般建造深水部的温柔, 七十平方米的窝子, 几十个三层铁龙, 最多能住到二百人左右, 苍苍房相当于分割房, 面积通常小于八屏风里, 厨房, 卧室, 客厅, 三合一, 每面需要两千五百, 四千人民币, 光材房在香港, 每两多美人数在, 光材, 里, 面积小于等于四屏风里, 最小的不过一点四屏风里, 仅仅放得下一张床, 人在里面只能躺着, 出金约和人民币一千六百, 三二零零月, 在这里, 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自嘲, 我还没死, 就住进了棺材里, 厕所房更出现精心的是厕所房, 马桶上方八个百, 月积金两千二百元, 如此, 电影龙民确实戳到了香港居民的痛点, 也戳到了整个社会的痛点, 最后, 我们在回答主角荒家鸡身上, 据说荒家鸡的角色, 起初是想让真心持人的, 毕竟当时的新仔, 试验小人物的头号代表, 对比之下, 荒家鸡不是永迪, 也没有令人称道的远迹, 他甚至演不好他自己, 在那区少年雄这部电影中, 家鸡的表演仍旧不复然, 但荒家鸡配得起杨鸣, 他的成长环境, 就是杨鸣的现实版, 1962年6月10日, 他出生在一个劳工家庭, 一家七口人住在九龙山水, 部,一个不到三十平分米的小房子里, 学生时代的家鸡, 把一把别人丢去的救命吉他捡回家, 放在床上, 看了很久, 又把他拿起来, 弹出了声音, 就是这样一介草根, 最后成为了一代传奇, 荒宁里有这样一个镜头, 老板站在盗院里, 抬头看向天空, 很容易让人想到海阔天空, 就像海阔天空的乐坛地位一样, 和您也是荒家鸡变远生来的绝唱, 生命的音符在剩下里开始, 又在最好的年华戛然而止, 戏里戏外, 他都脱离了牢笼, 永远离去, 但永远人心